作為一個領袖,第一個要有的潛能 就是你懂得調解紛爭嗎 昨天只在門口兩人拿著一人一杯水 你淋完我,我倒水,我再淋回你 我便淋在你前面,我便淋在你後面 總之淋了一輪 但原來一個最重要的潛質 怎樣去幫人調解一些吵架的場景 原來一個很重要的潛能 是我們需要從小開始幫小朋友訓練 答案就是聆聽 聆聽 說回昨天,他們潑水,潑來潑去的例子 正正是因為嘗試想為大家調解個人 但他沒有去聆聽 沒有聆聽,潑水的人為何去潑 沒有聆聽被人潑的,為何要潑回人 但原來到最後,我和那八個和我一起去聆聽 問那三、四個發生甚麼事 你因為甚麼事要這樣做 得出的結論是甚麼 原來被人潑那個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是他先潑人的 說話的人沒有話可說了 原來他一直都聽漏了這麼重要的資料 他一直是相信自己的眼見 我就是看著他潑水到他 但沒想過原來潑後的故事 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 那個人先潑水 所以這個聆聽 好像很容易,但一點也不容易 有一次最精彩的一切在啫喱堂裡發生 當有兩個同學在爭 我要先,我要先 兩個都在爭,要做話事的時候 有一個第三者 我真的覺得他很有趣 他突然間有兩個爭 爭的時候,對白很凶狠 他們用舉手去代表自己要爭 我要爭,我要爭 然後站起來跟著爭的人說 我死都不放手,跟你鬥 就是這樣對著人說 OK,這是爭的過程 又是第三者,剛剛夾了他們兩個中間 突然說了一句 加油啊 好奇妙啊 他說他在加油為甚麼 沒有人知道 當然,那兩個爭的人都惡惡 加甚麼人呢 所以原來這個聆聽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經常都不聆聽對方發生甚麼事的時候 你所說的任何事 你所幫的任何方法 未必真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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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